你會注意到這一次的俄乌戰爭裡面 你有沒有注意到大家關注的 不只是俄軍的傷亡 為什麼會那麼慘重 大家聖獲會關注的是 為什麼俄軍的將領在這一次 聖獲是被舉殺的非常多 已經十幾位的將領 中間包括兩位的中將 美國後來當然也有揭露出來 他們有提供一些相關這些情報 可是你知道一個指揮系統 由於一個將軍的養成有多難嗎 在一個戰場的指揮上面 如果缺少了一個將軍 會產生什麼樣一些的影響 相對來說 如果說一個好的將材的話 對一場戰爭又會有多大的 一個指揮弱定的效用 如果講到美國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你會想到很多 美國真的是匠心如雲 歐洲戰場的巴頓將軍 號稱血膽將軍 在當初還記得突出步之翼嗎 美國的101空降師被圍的時候 巴頓將軍用所有人 都想像不到的方式 天降神兵 除了解除了這場戰場之危以外 也確定了德軍的敗事 麥克阿瑟將軍 你永遠記得他叼個煙斗的樣子是不是 好在亞洲戰場 那一句 I will be back 多豪氣的一句話 他也是美國 有史以來授勳最多的一個將軍 根本不要講 尼米茲將軍 尼米茲將軍 帶領了美國海軍 在海戰裡面 整個簽名日本聯合海軍 聯合艦隊被簽名完以後 註定了日本在二戰的失敗 講了這麼多的將軍 但是都沒有當到總統 結果當到總統的是艾森豪將軍 艾森豪將軍 但是你一定不知道 他沒有親自上過戰場 他真的發揮了 什麼叫做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 他指揮的每一場的戰役 最著名的幾場 包括諾曼尼登魯 你可以想像 這麼多的百萬大軍 在那風雨詭绝 那幾天的天氣裡面 他最後 癒痕所有的狀況 最後要決定 好 我們上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那場最後 他在講完我們上以後 在他的口袋裡面 擺了一個字條 那個字條寫的就是 如果萬一敗戰的話 所有的責任 都是他來扛 你可以想像 那個壓力之大 他為什麼能夠用 有人說現在戰爭 打的不只是前線的兵器 跟人員 三軍會發 兩朝先行 他是如何運用 所有的後勤資源 所有的裝備 能夠光脫 就可以脫垮對方 這樣一個將財 到底是怎麼來的 來 創下 現在這烏克蘭的戰爭了 美國真的是獲盡了全力了 特別是奧斯丁呢 特別講說 要把俄羅斯的軍隊給削弱 而且讓他軍力無法重整的時候 然後接著就在德國那邊 北約最大的空軍基地 召集了二戰之後 你沒看過的畫面 40多國的國防首長 要長期的準備提供烏克蘭 各種重裝武器 而且及時的送到 烏克蘭的手裡面去 然後呢 奧斯丁還講了一句話 這個會是一個 焊天動地的一個行動 坦白講 當他講成這樣子的時候 尤其美軍做出 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才知道 美軍真正把他們的 功夫裡面 最強的 正國神器 都拿出來了 鴨香寶的武功 都拿出來了 而這個美軍 其實真正強的 我們知道他高科技很強 我們知道他的衛星監測 透明化的戰爭很強 但更厲害的是 他除了工業生產能力 源源不絕之外 而且呢 軍隊只要拼命往前打 打到哪邊 你停下來的時候 彈藥就送來了 油料就送來了 食物就送來了 這個才是美國最強的 而這最強的呢 是美國這個最神奇的將軍 五星上將 洛曼蒂的英雄 艾森豪 可是呢 艾森豪他神奇在哪裡呢 艾森豪呢 五星上將 洛曼蒂的英雄 後來也當了美國的總統 可是 他真正的話 他並沒有真正的 帶兵打過任何一場 大的戰役 他就是後勤 就是資源 可是奠定了 美國八十年以來 全世界獨強的人力 怎麼講呢 艾森豪呢 他最厲害的就是 洛曼蒂登陸 我們知道說 洛曼蒂登陸的時候呢 當時那個是 全世界沒有看過的 一場登陸大戰 總共出動了 七千艘到八千艘的戰艦 然後呢 一萬兩千架的飛機 六月六號 送上十二萬人 登陸洛曼蒂 可是終於打了一天多了以後 登陸了 站著攤頭跑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繼續 源源不絕的後援 其實馬上的攤頭板 就會被吃掉 德軍就把你給吃下來 所以這個時候 艾森豪厲害的是什麼 馬上要鞏固戰地 向前推進 所以攻散台門頭堡的六天之內 他竟然可以運送了三十二萬六千五百四十七人 五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輛車輛 而且十萬四千四百二十八噸的物資 透過艾森豪的控制 全部都送了上去 送了上去之後 巴登將軍 布萊德雷的軍團 加上戴高樂的將軍 再上英國的蒙哥瓦利 才能夠繼續往上挺進 而這個挺進的過程中呢 他其實告訴你一件事情 物流才是王道 這些將軍都要聽他的 為什麼呢 因為艾森豪他在統籌整個洛曼地登陸 反攻德國第二戰場開闢之後 每個部隊的作戰計畫 他遼如指掌 而且路線 陣地 方位 大概要打多久 打完之後會消耗多少 需要補充多少 他都搞得清清楚楚 因此呢 美國從此知道 不管怎麼樣 我能夠做好一個後群資源補給 才是王道 而很厲害的是什麼 美國從後面學到的是 蘇聯俄羅斯吃過一次虧 但是沒有學到 這個才是最厲害的 就是什麼 柏林圍牆 二戰結束之後 美國和盟國 佔領了德國的西部 而整個俄羅斯 蘇聯佔領了德國東部 而柏林呢 雖然就在東部那邊 可是中間就是切了 一個是屬於同盟國館的 一個叫做西柏林 東柏林 那在1948年的時候 蘇聯突然決定 150萬大軍包圍住整個柏林 讓你要把裡面給困死 然後呢 當時盟軍在裡面有2萬軍隊 200萬的人 是柏林的居民 被惡到快不行啊 150萬大軍根本進不去 公路 鐵路 交通 還有電煤 通通都斷了 當時美國還有英國一算 一天需要5108噸的物資 而5108噸的物資裡面 包含食物 包含煤 你怎麼送進去 俄羅斯 蘇聯那時候 故作大方 我給你空中一條走廊 你飛機可以送過來做一些運輔 可是當時整個 北盟國呢 同盟國在整個歐洲 只有96輛的C-47 這個運輸機 是小型的 而這C-47運輸機 我怎麼送進去一次只能在3.5噸 剛剛講的是5108噸 而且每天都要送到 那你怎麼辦 你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之後 這時候又有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他這個人呢 就是我們如果在中國的戰場裡面 知道有一個東西 叫做飛躍陀峰 當時從緬甸印度那邊 不斷的送物質進到重慶的 叫做銅納爾 銅納爾就去負責 他延續著艾森豪的精神 所以艾森豪後來呢 他一樣的 他都去算 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就三分鐘起飛 一架C-47 然後起飛之後 拉高一千公尺 一千尺三百公尺 下過來三分鐘再起架 所以一次上去 五成的飛機往前飛 到了以後 卸完貨再回來 卸完貨再回來 所以他一下子竟然呢 就可以把這個量增加到 一天可以送到將近三千多噸 然後後來呢 美國的C-54運輸區 再過去幾十架 結果又竟然就源源不絕 而且最過這特程中 就是運輸才是王道 美國的這個送兵的人力 送物質的人力 超乎你的想像 然後頭納爾呢 還發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駕駛員 過去之後會累 會辛苦 總是會跑到那個餐廳裡面 機場的餐廳裡面去吃東西 會延續運送的整個順暢 所以他又改造了幾輛軍用卡車 請德國的金髮美女 在那邊 當場就在跑道艙送熱狗給他們吃 所以現在的熱狗快餐車 也是他發明的 美國就是從這邊 不斷地知道 戰爭最重要的 就是物質 就是資重效率 速度準確 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越戰的時候 他們就在國際上設了八百多個海外基地 第一次波灣戰爭的時候 他們呢花了四個月的時間 集結了六十二萬大區所需的物資 那時候美國就下了決定 以後的戰爭不能拖這麼久 十天之內就要把所有的武器 需要的物資送上去 所以我們就上次看到了他們最大的海上運輸船 九萬多噸的 就開始有三十六艘海上運輸船 而這一次繼續前進 因為他們也都做到十天一定可以遇到 但是普萊斯講說 現在美軍在烏克蘭的每一支作戰部隊裡面 烏克蘭的軍隊 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時 就一定可以拿到送去的物資 到底他們又有什麼新的訣竅 就等著未來戰爭結束之後 解密我們才會知道 而這裡面的過程中 你會看到普丁的基辅那邊 六十公里的長蛇 沒有油 沒有料 沒有彈藥 你怎麼跟美國競爭